各位师傅、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外面那个回廊那里 那也算是回廊 前廊不算走廊 前廊 在前廊的屋檐下 请放长 前廊屋檐下我们放了几样算是在义卖 特别在法会期间义卖 其实法会大家是在打佛期 也没有什么时间去了解 就靠这讲解的时候你稍微知道 有空就去看看一下 因为我们就是在用功 可是难得你们来 所以让你们扩散一下这些东西的用意 就是对于在佛门当中佛弟子 应该寄予发菩提心的立场 支持一种无毒环保又健康的消费行为 它其实就是一种菩提心的行为 消费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比如说我要买这种包包 还是我要吃这种荤食 我要买一条活鱼来吃 我还是我要吃素 这是一种你要存活下去 你必须要努力交换这些物质才能活得下去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钱 你去赚钱就是劳力的累积 用钱就是劳力的交换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交换的时候 你的思考是你喜欢的你要的还有你认为对的 这几个好几些想法综合在那里 有时候是我觉得它不对 但是我喜欢 有时候是我虽然喜欢 可是它不对我不能用 我们选择吃素的人就是 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荤食 因为荤食是对我的价值是不对的 所以我不选择荤食 我选择素食 所以消费一直以来就是有人的价值 人的判断跟人的态度的问题 只是说类似像饮食 我们从小就被原生家庭灌输了 所以我们好像这不是自然的吗 你周围看起来好像也都是自然的 其实那个不是自然 那个其实是被选择过的 你如果出生在像印度那样国家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是吃素 他们这就是原生家庭 早在之前你出生前他就选择了 所以那个不是说天生要吃荤 没有这个道理 我吃素差不多四十年了 出家三十五年嘛 那出家前两年当兵 那大三大二以来吃素 所以应该算一算应该有四十年了 那你看我怎么样 也没有比较面瘦激黄也没有嘛 反倒是你们这些有些吃荤的 有些女众 男众也是 衰老的快 要么就是病衰的快 要么就是体质寒 要么就是身体虚 那你说这怎么讲呢 所以说当然那素食需要均衡 还是需要 那我们推动这个消费 不只是素食而已 是一种对周遭环境的一种态度 我们常常我们去夜市 去吃那个来路不明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好好便宜好好吃 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去问说 这什么来的 你知道那个酱油比矿泉水还要便宜 那种酱油你敢用 但你就在用啊 你说没有啊 我都没去倒 我不知道你没去倒 他在煮的时候你就用下去了 你去外面吃卤肉饭 那个卤肉饭 那那个卤肉 那个卤的那个汁 还有那个酱汁 那个是七天化学的就酿出了 那个不叫酿 那叫什么 那叫化 化出来的 那意愿越盖越大 然后你也莫名其妙的害怕疾病 问题是你都吃这种东西啊 那台湾的消费习惯是 一罐原生种的酱油 什么都没装 里头就是黑豆 这样子这么纯 就贵你个三五十块这样子 你舍不得买 你还要精算 那到医院去的时候 还拿了红包拜托人啊 医生要帮你开刀 给你留 给你刮 给你堵 那时候你都感慨 你感觉到医生公家 医生喔 那个 算打八折好吗 医生说好 到时候他开刀的时候 他拿锯子去 锯你的肚皮 让你的肚皮缝起来很丑 他技术在他手上啊 你敢跟他谈价钱啊 是吧 那是同样的道理啊 你今天吃 多花个五 好吧 真的啦 就多花个三五十块 你去买一个 买一罐那个真的天天要吃 而且这么健康 的这个原生种酿出的 质量又非常好的 营养素非常完整的 其实你是比较 你是比较占便宜 你将来省掉医疗费 就可以让你吃到 一路喝酱油喝到死了 你这样不相信 你现在在病院这样 流流啊 就是几十万几十万这样子 有些医院 你一进去 你一进去 大概就是用躺的出来 是这样子 就是要开刀啦 做什么检查啦 你敢跟他讲价钱啊 你敢嫌贵啊 你还痛哭流涕 感激涕淋 哎呦 你给他医 所以说不要被自己的那种社会习气 还有那种莫名被培养出来的消费官 要蒙蔽了你有更好的选择这个事实 真的 做一个众生就不觉 学佛就是要觉 不觉 所以对事情都不检讨 那这样子的话 生命没有新样式 也不能创新 这也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 发菩提心 你要知道 什么就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就是 尚求 未欲利益一切众生 共成佛道的心 所以我誓求佛法 不是誓求 有地方翻译成誓求佛果 其实是誓求佛法 所以法门无恙 试愿学 学的是要什么 众生无边试愿度 那为什么呢 因为烦恼无尽誓愿断 是这样 第四句那个佛道无上誓愿成 那是说给众生听的 让他去成佛 教他成佛 最终他会跟你一样 不在乎成佛 在乎度众生 那你要度众生 请问你要度什么 他有问题你才能度啊 对不对 所以你第一个首先你就要看出来 他有什么问题 那他有问题 还不如先看自己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先从自己有问题看出去 然后这渐渐的将心比心 数己之道 数己为之人嘛 数己之道呢 来来来来 来从自己从己推人 几天菩萨教你说 是一切众生如母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不过现在有些 有些母亲 不知道是荷尔蒙不平衡还是怎样 那母亲也不像母亲了 父亲不像父亲的也很多 这个 这就没办法了 真的二元就这样 我不好说什么了 这个都 要说的故事这个人都还在 他是出家人 他们 什么夫妻 儿女都出家 讲起来善根深厚 对吧 夫妻儿女 一家子 这样讲起来就至少四个人出家 但是呢 诶 这个 比丘比丘尼分两派 然后就吵起来 那刚好我有姻缘呢 听到他们诉苦 诶 我没骗你呢 真的呢 那个做娘的出家 比丘尼就在我眼前说 那人要知道 那些人安装都安装 不能讲名字了 你不要猜 跟我们万佛是无关 那那些人怎样好 我如果知道谁谁谁怎样 现在会这样子反对我 早知道我当时生他的时候 就把他拼死 听懂吗 哎呦 什么你虎毒不食指 这算是菩萨视线 他说我去不去呢 那完全是真实意 不是 不是说笑的这样 因为他对我基本也信任 我今天讲这话 我也没有再调感他的意思 就是我描述他的情绪 是这样 不过当然呢 这就是大家要自己要 你要遇到这种这种关系 你自己要忏悔 我们讲发菩提心 就是看到众生的问题 那刚刚我在讲 就是说买一罐酱油什么的 我们就是被我们的消费习惯被蒙蔽 那我们开不下去 买不下去 那买那个 亚齐亚来路不明的 好 吃到病毒 好久没有去牙齐去用毒 三个五个十个去那里毒一下 逗一下 好 如何 就是这样子啊 我没骗你啊 就是这状况是这样 以前我还没吃素的时候 喜欢吃猪脚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那个卤猪脚 那有的也不是活猪 哎呦 蜜土好了 哎呦 用那个八甘香 把你熬到白了 皮起来都香香 这样 这样也要吃大胖 大胖是滴在地上 就叫你也吃到欢迎 就还淡不下腮味 那种大胖 这才好吃 你不是这样 没得没大胖味 哎呦 这个有点赌 所以说你就是 你发不下去的 那就是要用理性来看 希望大家能了解 这样子你才会在 既有的平常当中找到问题 那找到的问题 你才会看出细节当中 看出众生的问题 那当中外面那个前廊还摆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 你们有没有感觉 那个用蓝色的那个布盖着 上面摆了几个杯子 那旁边还写了一个心灵力量 这个赞助就对了 我看没有人摆半毛钱在那里 刚好就有一个人是在忍不住 有一个居士忍不住了就问我说 那是什么东东 那说起来还是 人劳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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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我在台北有个 台大 台大的博士生已经快毕业 他已经要去工作了 然后在台北那个金色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足足讲了好像90分钟 解释什么是心灵力量 简单讲就这样了 就是说现在的社会环境 已经是是非难分 新闻基本上是被包装的 那而且媒体呢 已经失去了那种独立 独立的探讨真理的这种动机 跟这种自我认识的责任 那特别是由政府 它有一个名目叫做政策宣导 那么这个是学西方的 所谓的这个做游说公司 那游说公司呢是做统包 你比如说了 我要游说老百姓呢 这个接受核能 假设接受这个天然能源 接受这个循环能源 任何的那样子 明目很正当哦 这样子 然后来啊 我只有150万一个同胞 来你们各自来提出方案 那方案呢好跟坏 只要犯罪也是你家的事 你会被抓那是你的事 但是呢你反正你帮我推这个 我只要求目的手段我不知道 我外行 政府的说法是这样 也合理啊 确实要外行啊 公务人员嘛 有的还不是公务人员 有的是政务官 是选上来的 或者被选上来的 的政府领导 再把你拉拔的 然后他不去管 他也无法管你的道德 好了那这样子同胞了 那这样你提出方法来 我一看你这个方法够狠 够好 我只能讲说不能讲够狠 我说够好 至于细节你怎么做 我也没办法知道 那是你的专业 好了那这样我选你 还150万同胞给你 那么多少时间之内 你要把我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会再另外再用钱 再找这个什么 舆情研究 甚至于各个政党内部 都有舆情研究的专业人员 然后再做民调 开始要看看 我这个统胞交给你之后 人民的反应是怎样 他用电话访问 很厉害的 很精准 你让他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钱一分收货 他很精准的看到社会要什么反应 就像在下药一样 当整个社会是可以的 的民意是可以这样精准的反应出来的时候 那 那就不是政客的厉害而已 那就已经是人民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 思考的能力 已经越来越明显 所以很多的报章杂志 它是会自我阉割 自我审核的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有个老板 会跟他买 买广告或怎么样 他为了存活 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 媒体这么的多 他会造成恶性循环 恶性斗争 恶性竞争 所以他已经顾不得 媒体的天生责任了 我都活不下去了 你还跟我讲责任 他想法很有道理 结果整个社会 能够听到的媒体 基本上都是有意无意的被包装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谈的那个 病人治组法 那是要立法的 他们怎么这么好命啊 你知道吗 居士跟我讲说 由他们发动的这个病组法 才花150万做包装 他们也有人来找他们 用150万去推这个法案 当然这是好事 真的是便宜 当然可能也不止 我只是讲说 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 他是被 一 这种包装的游说公司 你是看不到 他完全隐藏 他不会挂牌 二 网红 那就是他被 这些包装公司也好 或者直接 由 买主 买也好 他来 做带风向 三 就是 所谓的名嘴 你看名嘴拥有那几个 天南地北 内外 政治 哲学 经济 那个国内外 古今 他全部能谈 好奇怪 这些人如果这么厉害的话 干嘛去干名嘴 那他就是做名嘴 然后再来就是 各类的媒体 包括网络媒体 你都不知道他背后是 这被怎么买 你都不知道 那当然 无赢者一定是拥有最大资源的 这单位了 那么这样子呢 整个社会上就失去了独立思考 那只有意识形态就没有善恶 没有是非 那对 所以作为一个菩萨 行者 他看到这样 他不是叫做生计 他是说 他担心 这样子的话 真理怎么显现 老百姓必须独立 无恐惧 而且不被干扰的 得到正确的资讯 然后去思考 越来越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说 宗教能够发挥作用 可是宗教 哪个宗教出来谈 哪个道场出来谈 都会被打死 因为他说 哪怕是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他说 那是你一家之言 那如果是佛教内的某个山头 那更惨 那个山头的个人看法 连其他佛教徒都不一定支持 所以呢 单一宗教都很难 何况单一道场 不可能来谈一些什么 道理啦 对社会产生影响 难 而且这里头要一不小心 碰触到政治选项 哦 那就可怕了 你光一个公投 就像是政党在对决一样 那你看看 这样的话 宗教人士怎么能够跨入这个呢 可是有善恶的事情应该谈啊 他不敢谈 你看这一次 那个高雄的陈中城 还有花莲的那个火车出轨 你看不到汉传佛教的踪迹 结果你看到很多喇妈出现 因为他没有包袱 他还要对台湾社会表达 他关怀台湾社会 因为他取之台湾社会很多 他们没有包袱 也网红也不会去攻击他 网酸民 网酸也不会去攻击他 但是呢 宗教有没有在那里 传统的宗教有没有去关怀 有 他不敢被报道 非常低调 从慈祭一路到佛光山 中佛会都有 乃至道教都有 但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 他隐藏 他偏偏攻击 所以善不能显现 单一的宗教 也无法表现什么是善 所以宗教心灵是一个统合媒体 它可以是报纸 可以是网络 可以是一份杂志 也可以是某些网红帮忙说 推动各个宗教共同讲善 现在是每一个宗教出来讲 其他宗教要去战声 让整个社会环境听到说 这个不是哪个宗教这样讲 这是所有台湾的宗教都在讲这件事 包括宫庙 包括宫庙 都来盖章 这件事情是 对的事情是这样 这样子台湾人民就不会疑惑 说是不是这个 某个媒体也是被买了 怎么他们说法不一样 他在说善会被骗人 因为那个是某个宗教 他就不会了 有各个宗教合起来一起发言 这样的技术面上有些要调整 也有他一定困难度 但也唯有这样才重新能够找回 整个社会对舆论的来源的信任 因为那是各个宗教独立思考出来的 而且是政治素人 他跟政治无关 这样 有这些标准 那他叫做心灵力量 名字就 这个媒体的统称叫做心灵力量 为什么 power of will 那么就是说 意志 心灵产生意志 意志产生力量 力量产生行动 这是这样 这是我们心产生的力量 因为一切宗教都在谈心 那各个宗教把真心拿出来 为老百姓讲真话 是这样 那么基本上不会太涉及政治 但是会涉及善恶的判断 或是非的讨论 是非就很难说判断了 就讨论 那再公开 那这是一个媒体平台 是个统合的平台 为什么叫统合 统合各种方法 比如说报纸 杂志 媒体 哪些网红 脸书 like 等等等等等等 统统去进行 再来统合各宗教的共同意见 再来统合社会上各个层面的问题 讨论它的是非善恶 这样子 这个社会才会开始有一个 我们不敢说清流 至少有一个清醒的声音 一直在那里发生 而且它不被买断 这样才可以 那就是心灵力量 它很薄弱了 那么 为乎其为 但是希望大家多支持 所以那个杯子 你就去自己买 买了你喜欢 你就 你要抖内多少 它好像有个建议价格 你就抖内一下 那个是拿来做那个的 好 那么大家这样问我的 我就回答好了 好 我们回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